接下来跟大家介绍Milano这个东西 Milano这个东西看起来像一个饮用水 但是它不是一般的饮用水 那Milano在配置这个饮用水的过程当中 这一个formular我们总共用了30年来完成 那前面的10年是在确认它的有效的功能 然后第二个10年去做很多的发布 比如说在西班牙在日本在许多的地方做发布 然后再去做临床还有测试 那最近这10年我们才推出产品去做一些市场上的基本的测试 我是说真人的测试 最近这几年才正式的推出来 它经过了漫长的时间以后终于见面 Milano它的功能是在哪里呢 它有三个很重要的功能 第一个功能呢就是它可以加温 Milano你可以把它拿来煮汤烧开水 它是不会坏的 它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 那它主要的第一个功能呢就是 它在温度接近50度的时候呢 我们在饮用Milano的时候呢 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 几乎大概是30秒到40秒之内 就可以从我们的胃壁伸透到我们的血管 所以当它一伸透到我们的血管以后 它就开始做工了 一般上我们的血液的循环呢 我们全身一循环一圈的话呢 大概是要90秒的时间 所以如果你喝了Milano大概30秒到40秒以后 它已经伸透进去我们的血管的话呢 它在我们的血液里面会产生几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呢就是 它会淡化我们的浓稠的血液 如果我们的血液有浓稠 比如说有三高血液比较浓稠 胆固醇偏高的话呢 它会有效的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去淡化我们的血液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 它可以平衡掉我们过多的血糖 那当然它不是把糖尿病治疗好 但是它可以平衡跟控制好我们身体的血糖 以免它有就是恶劣的发作 它是一个很快的介入到我们的那个平衡的一个状态 第三个呢 如果我们身上有一些过敏源 比如说你敏感 或者是你有尿酸 那尿酸跟过敏源呢 其实它所有的元素成分都是储存在我们的血液里面 所以血液里面呢 堆积了太多的尿酸 堆积了太多的过敏源以后呢 我们就会痛 我们就会痒 所以你在喝了Milano之后呢 它很快的会去重新梳理跟淡化我们血液里面的这个过敏源 所以会产生我们的一个另外一个平衡的作用 所以它在短时间内呢是产生平衡的作用 并不是在治疗我们的身体 但是至少我们能够不需要依赖药物的情况之下 我们得到一个稳定的状态 然后第二个很重要的作用呢就是 我们喝了Milano的水之后呢 大概20分钟 我们的血液的流量会增加两倍到三倍 那两倍到三倍的话呢 我们体内的有效温度大概增加一度 皮肤的温度可以去到可能一度多一点点 那我们刚刚讲的嘛 那Covid-19这段时间呢 我们已经应验到了 我们发现我们人体的体温呢 开始有下降的趋势 平均我们下降了一度 所以你喝了Milano之后呢 我们的身体的循环开始启动起来的话 你会发现呢 我们的温度又开始回到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抵抗力是最强的 然后第三个很重要的作用呢 就是当血液循环加速了以后呢 你会发现呢我们的身体的血管是处于放松的状态 所以放松的状态呢 对一般人而言 如果你有手脚麻痹或者血管毒塞 或者中风的一些情况 你会发现你喝了Milano之后呢 你的身体是属于比较舒缓跟放松的状态 因为血管呢开始会开始放松 大概20%到30% 那这一些观察的一些特征跟一些效用呢 在我们的身上呢 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到的 所以呢 最后最后一个呢 Milano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呢 就是它可以很快速的 把水呢带到我们的大肠去 帮助我们的大肠比较滋润 也比较容易排便 OK 那为什么会有便秘呢 便秘的形成 就是因为我们的大肠缺水 就是缺水了以后呢 造成它不够湿润 造成它的纤维也不够的润滑 所以呢 我们这个树边不容易排出来 那为什么我们的身体喝很多水 但是我们依然会缺水呢 非常简单 因为我们有心理压力 我们头脑有压力 所以我们在喝了水之后呢 这些压力呢 都跑到我们的压力的中心点 去蒸发掉去用掉了 所以有很多的水分 我们在喝的时候呢 当它没有办法 非常的快速的渗入到 我们的血液的时候呢 它就会被其他的器官用掉 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个饮用水 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呢 能够进入到血液的目的呢 就是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把水分平均分配给我们的身体 因为血液循环是每一分钟90秒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设计米娜诺水的 最大的挑战 而且我们成功了 希望大家能够在接触 我们这个米娜诺水的时候 好好的体验一下 那米娜诺一般上的日常使用方法呢 你可以拿来煮汤啊 泡茶啊 最好的状态呢 就是加温 稍微加温一点 那加温一点的话 大概四五十度的话呢 是我们的身体呢 接触到水分最活跃的状态 也就是说它启动我们的健康 最快速的状态 当然室温也是OK 室温的部分的话 当然它启动比较慢 但是它还是有效的启动的 那就有人问我说 这个装在这个plastic的瓶子里面 是不是有一点 不能够带去晒太阳 那目前的这个PET呢 可以承受的那个温度 大概在75度左右 所以一般上如果我们放在车上 如果没有曝晒 两个小时以上是OK的 那当然尽量我们不要放在车上 OK 那尽量在我们的活动范围之内 把它放在身边 Iron Baby陪伴宝宝饭是长大 来 大家晚上好 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 我姓Chu 明耀中山 OK 大家 吃饱了 那首先今天我们要 还没有进入那个主题之前 我想大家动动你们的那个小手 检查一下你们的那个手机上面的那个麦克风 有没有把它静音呢 以免打扰到我们的那个节目的进行 OK 这个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进入的一个话题 就是我们人体是由37万亿的细胞所组成 然后如何去用AR Tech呢 去影响我们的细胞 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呢 所以我们的那个 我们就需要一个载体 就是一个东西来帮助我们 恢复我们的那个细胞的健康 所以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状态 的那个概念 我们身体有37万亿的一个细胞 我们用 我们一个地球的一个人口 我们地球一个人口大概有79亿一个人口 然后大概会有五个地球 五个地球的那个人口 就是我们身体的那个细胞的那个数量 你想一想 我们37亿的那个细胞 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所以有时候 我们最近新的一个科学研究 我们的细胞是受 我们的细胞是有思想的 它是有意识的 所以一个不健康的细胞 是会影响我们的一个想法 所以这一个需要调整的一个载体 我们本身就是需要一个东西 来调整到我们的那个细胞 所以ARTAC真正就是可以做到这一点 所以剩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会把这个主讲嘉宾呢 将这个主题呢 交给我们的主讲嘉宾 我们的Mens老板 谢谢主持人 谢谢钟珊 那个今天我们家没有WiFi 我只能用手机 因为我们家附近全部都淹水 淹到很严重 然后 昨天的话呢 我们其中有一个 有一个 本来要来我们公司上班的员工 他的家淹到10 10厂吧 10厂12厂 淹到二楼去 所以是很严重 所以 所以今天我要讲慢一点 因为我怕卡线 然后断断续续 今天的主题呢 比较特别 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下 水是有生命的 水是有生命的 所以我们从水生命跟科学呢 我们来看待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各位有没有做过气功 如果你练气功 你在静坐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在感觉到身体有疼痛的时候 特别是我们给人家推拿的时候 我们被推到哇身体再次很痛 OK 还有就是 我们在练气功的时候 我们要吸气呼气 然后呢 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 我们会吸气会呼气 会呼气 OK 那从 我们吸进去的空气 到呼出来的空气呢 就有很多不同的专家 他在解释这个东西 OK 其中呢 那一个专家呢 就是说 我们在吸气的时候呢 我们是希望把更多的氧气呢 放进我们的肺部里面去 然后我们的肺部呢 是我们的身体呢 最快接收氧气的地方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肺部有危险的话呢 我们的生命就会有危险 那是最靠近危险的边缘 就是肺部 当然肺部呢 也是身体呢 最快吸收氧气的地方 所以当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 感觉到有压力的时候 你深呼吸一次 两次 三次 你会发现呢 你的压力会减轻一半 这个是我们在很多的情况之下 你自己的练习 你都会知道 我们自己练习就可以了 另外一种方式呢 就是我们在做运动的时候呢 我们是希望呢 我们的运动的节奏 跟我们的换气的节奏 是有一个 我们叫做常规 有一个规律 比如说有一些人跑了四步以后 他才换气一次 就是吐气 然后吸气 然后呢 憋个 憋 憋 吸气 然后 我们分两秒来吸气 然后憋个四秒 然后再呼出去 OK 那这个是一个循环 可是当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 尤其是在跑步啊 在走路啊 还是在游泳的时候 我们在吸气跟换气的频率 是很有规律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呢 人是不会喘 是不会喘 那人会喘呢 是因为 我们的身体的动作 跟我们的换气的规律 没有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所以 如果是运动的话呢 你会发现 有氧运动就是 你很规律的运动 你很规律的换气 它是一个循环的话呢 你会发现呢 身体就是不会累 可是 激烈运动呢 身体会累 比如说打北平等 踢足球啊 打篮球 这种激烈运动啊 转间要快 转间要慢 所以我们的呼吸 没有办法很 很统一的时候 很有规律的时候呢 我们的身体 就会感觉到 比较容易疲累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我等一下告诉各位答案 另外一种呢 就是在 我们叫做 有学到 坐禅的人 坐禅的人 那坐禅的人呢 当他们要进入到 我们叫做入定的时候 就是要进入到 那个坐禅的状态的时候 他们就是深呼吸 一次深呼吸 然后呼吸到我们的 那个丹田地方 然后憋一憋 然后再吐出来 然后再呼进去 再憋一憋 再吐出来 这样子 三次 五次 十次之后呢 他们很快就 进入到禅定 就是说 你的身体会进入到 放松的状态 那 这个是一个 我们在 修炼的时候呢 他一定会 有一个这样的过程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 那个 我们的意识 意识 那意识就是说 如果今天呢 我们在呼吸的时候呢 你先告诉 你的身体 就是放松 然后你呼吸 然后再吐出来 然后再告诉自己 放松 然后呼吸 然后再吐出来 OK 你先给 我们 我们吸进去的空气呢 有一个 意识 放松 还是说 我要快乐 然后吸气 OK 我要快乐 吸气 OK 哇 太 感觉太好了 吸气 OK 所以当你感觉到 你很痛苦的时候 或者是你很 碰到很大的压力的时候呢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 就是 你先给 那个 你吸进去的空气 我们吸进去的空气呢 一个意识 最后我们吸进去了 换气 吸进去换气 你就发现呢 三五次之后呢 你的身体就会进入到 你要的状态 这个很神奇 OK 然后呢 为什么我们的身体跟空气的结合会那么 那么的 就是那么密切跟神奇 因为空气里面有很多的什么 我们叫做水分子 那记好 地球的表面是有水分子的存在 OK 那这些水分子会产生什么作用 首先第一个 它会 我们叫做控制温度的作用 地球表面控制温度的作用 OK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 它有一个很特殊的状态 就是它有传达讯息的作用 这个是太特别了 意思是说在地球 12公里以下的地球的表面 地球的表面要传达讯息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因素 就是水 它一定要有水蒸气 它一定要有水的那个存在 它才能够传达讯息 所以各位你开始回想很多的事情 开始回想很多的事情 那为什么呢 我们在想到一个朋友的时候呢 他突然间会出现 这个不是偶然 这个不是偶然 这个是因为我们的头脑的意识里面 开始发射了某些讯号 那比如说我现在想到就是 想到明天可能 我会找一个停车位 很容易我会找到一个停车位 OK 那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呢 在很多没有被证实的那种过程当中 你会讲说 这个叫做心中的想法会长大 OK 可是在科学被证实的那个里面 就是我们的意识 就是说我们头脑想的东西 它会透过水蒸气 水分子 传达给我们附近周边的人 很特别 很特别 然后呢 我们想这个东西呢 比如说我要买一个东西 我不知道哪里买 所以我就想说 我要买这个东西 我是希望我在附近可以找到 很奇怪的 你一直想着这个东西 你去那个地方 你的直觉带你去的地方 会买到那个东西 OK 然后你一直想要碰到一个人 或者碰到一件事情 然后最后你碰到 其实并不是倒霉 并不是说你 你不好 OK 或者说 运气好 不是 这个严格说来 这个跟运气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个是跟我们的意念有关系 所以当我们的头脑形成了一种思想 一种意念的时候 这个意念呢 就是一个电磁波 它是一种能量 它也是一种电磁波 我们叫做electromagnetic energy 所以这种electromagnetic energy呢 它透过水分子呢 它会传达讯息 它会传达讯息 所以有一部电影叫做Frozen 就是一种卡通片 所以卡通片Frozen呢 你看它从头到尾是 它在寻找它的祖先 它的源头 它最后的源头在哪里 它透过下游的水 然后水里面有记忆 所以它慢慢找到它的源头那边去 其实Frozen这部电影 我们看起来是童话故事 可是童话故事背面的编剧 它完全就是真实的世界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看得这么有感触 就是因为它把真实的事情 变成是一个童话的故事 所以很多人看到了以后 就很有感触 它也VNC晚上好 迟到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的意识呢 就是说当我们的头脑 有一种意识的时候 那它会透过水蒸气 然后去感染这个水蒸气 然后感染这个水蒸气以后 我们吸进去的空气 就会带有水蒸气的空气 就会有这个意识 进去到我们的肺部 进去到我们的肺部以后 我们的肺部直接接触到 这些氧气的时候 其实这些氧气 跟我们的意识跟水蒸气 它会产生一个同样的一体 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各位可以测试的 就是你在静坐的时候 你很不开心的时候 你很有压力的时候 你先给自己一个好的意识 就是我要放松 我要放松 从现在开始 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完全地放松 所以你在想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深呼吸一次 两次 三次之后 你会发现 你马上就会进入到那个状态 那那个是因为呢 我们给 漂浮的水蒸气的一种 近距离的意识以后 我们吸进我们的身体里面 所以最后呢 我们的身体会接受到这个讯号 然后还有一种状态 就是我们给人家按摩的时候 我也按很痛啊 你知道吗 所以一按的时候 我也按到这个没有通的地方 很痛怎么办呢 很简单 你可以叫你的朋友呢 喝一杯米娜诺的水 OK 你喝了米娜诺的水之后呢 就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呢 喝了米娜诺的水以后呢 你在痛的时候呢 你做一个深呼吸 很奇怪 这种气节 堵塞疼痛的那种 部分 就是它会 转换成 那个 我们叫做空气 然后呼出我们的身体外 OK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那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呢 会产生疼痛呢 就是我们的经络有堵塞 我们的淋巴有堵塞 不管是经络堵塞 淋巴堵塞 或者是肠道堵塞 肠道堵塞 全部都是因为堵气 你明白吗 里面有气 所以有气的话呢 它就堵住了 他们的疏通的管道 所以记好 经络 淋巴 OK 这些都是属于 中国 中医是说 气血不同 其实 严格说来 它就是气 它的气堵住了 所以造成 它的血流也不同 OK 所以我们要疏通 这个气的话呢 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 我们透过什么 我们透过 我们叫做 我们的 AirTag OK 包括Ironman 包括Detens 包括Milano 喝Milano的水 然后记好 你做深呼吸 真的是不一样 所以当你很疼痛的时候 你可以做一个实验 就是 你没有喝Milano的水 但是你感觉到很疼痛 你深呼吸 你会发现有效 可是呢 如果你很疼痛的时候呢 就是 你喝Milano的水 一口也好 一杯也好 OK 然后你在做深呼吸的话 你会发现 它是非常有效 它是非常的有效 OK 那 为什么 这个 水分呢 会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呢 会产生那么大的作用 是因为我们的人体呢 细胞里面93%是水分 人体有76%是水分 76%是水分 OK 所以水呢 它基本上呢 它是在遍布着我们的身体 而且 每一个身体的部位的水分呢 它都储存着它该有的记忆 所以严格说来呢 我们人体的记忆呢 并不在头脑而已 我们人体的记忆是在我们的全身 也包括了我们的器官 OK 所以我们打破了以前呢 左脑跟右脑 这种控制人体的记忆 等等这种态法 到了近代的科学以后呢 我们发现了 这是不成意的 人体真正储存记忆的地方 头脑只是少部分而已 大部分的记忆 都是在我们不自觉的 全身的细胞里面 意思是说 如果今天我们换了一个心脏 换了一个人的心脏的话呢 你会发现呢 你换了一个人的心脏 你会感觉到 这个 这一个人 全身的一些记忆 OK 有一些人换了心脏以后呢 他本来不吃甜的 突然间很想吃甜的 很想吃burger king burger 很想吃蛋糕 为什么呢 因为 全身那个人的心脏呢 就是他负载着 全身那个人的习惯的东西 所以 我们的身体的器官呢 尽量不要乱换 而且也不要去 换血 或者输送别人的血液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换了器官 或者是输送别人的血液的时候 换血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呢 我们的人格呢 会有一点分裂 会产生分裂 为什么会产生分裂呢 因为呢 这些东西都会储存 上一个人的记忆 这是一个 近代医学 科学已经是 很成熟的 去解释这个东西 OK 所以意思就是说 水分呢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呢 它不但是启动 我们的身体的新陈代界 细胞的再生 它同时呢 就是它同时呢 也可以帮助我们呢 就是 调整我们的细胞的器 所以AR-TEC呢 它进入到我们这个产品里面 Milano的产品里面呢 为什么需要AR-TEC 进入到Milano的水里面 非常简单 因为呢 AR-TEC呢 它是 它本来就是我们的细胞 完整的细胞的记忆 这个完整的细胞的记忆呢 有92%的记忆 是跟我们原本的细胞 是相符合的 所以AR-TEC呢 做成Milano的水呢 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 当我们的身体呢 产生这种记忆的偏差 记忆的偏差 或者是information的偏差 造成我们的身体 不能够正常的运作的时候 比如说 有便秘啦 比如说行程代谢慢 比如说有堵塞啦 比如说有痒啦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那AR-TEC呢 就会把我们 透过Milano的水 会把我们的身体的记忆呢 细胞的记忆 矫正为 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是一个最简单 而且最容易 保养身体的一种方法 OK 所以在健康的领域里面 我们分四个领域 第一个领域 我们叫急救 急救应该要找谁 急救要找医生 因为急救的话 就是我们的身体 失控了 可能是意外了 可能是失控了 所以我们要找的就是医生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在做治疗 OK 当我们的身体呢 失控到稳定之后呢 它要有一个 我们叫做 疗愈期 治疗期 所以这个治疗期呢 三到七天 甚至三到二十一天不等 但是治疗期呢 不会太长 因为我们的身体呢 稳定了之后呢 它就是需要复原 所以复原期呢 是治疗期以后 会增加三到十倍的周期 那个是很正常 因为我们的身体需要 复原到原本的状态 然后最后一个状态呢 就是我们叫做预防 所以AirTag呢 在这个四个阶段里面呢 它扮演的角色呢 就是 我们叫做复原期 我们叫康复 复原期 还有就是预防 那当然我们在做治疗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在看医生的时候呢 我们有吃药的时候呢 你治疗的时间 你要让治疗的症状好一点 快一点好的话呢 就是我们一定要搭配什么 搭配一个复原的 我们的那个方案 所谓的复原的方案呢 就是AirTag所有的产品 所以为什么有很多种症状产生的 比如说便秘啦 高血压啦 血酸啦 各方面 脂肪高啦 你喝了Milano之后呢 用了我们的产品以后呢 会得到控制 是因为呢 我们是透过那个 康复的一个计划 还有我们的生活习惯 的调整 然后达到一个 一个我们所谓的 so call 正常的状态 因为心脏病 糖尿病 高血压 血酸 那些都不是生病 那个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 有偏差以后 造成我们的身体呢 的新陈代谢有偏差 我们不可以用药物来治疗它 因为它基本上就不是病 所以如果你用药物来 对待这些三高啊 这些啊 我们所谓的 我们叫文明病的话呢 糖尿病的叫文明病的话呢 它是不符合的 药物只能够控制 可是你不能用药物控制一辈子 明白吗 所以药物 什么是药物呢 药物就是说 它在我们的身体 做完工以后 它必须要离开我们的身体 可惜药物在我们的身体 做完工以后呢 它最快要六个月 才能够离开我们的身体 它不能马上离开我们的身体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在用药物的时候呢 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重点 OK 思考的一个重点 那为什么我们在做康复的时候 跟在做治疗的时候 MINANO会有存在的必要 非常简单 第一个 MINANO呢 不管你是在吃营养 不管你是在吃一些珍贵的补品的时候呢 如果你花得起这种钱 你更应该要喝MINANO的水 为什么呢 因为MINANO的水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呢 更完整地去吸收这些补品 跟这些营养 OK 那也同时呢 也帮助药物的作用跟提升 同时呢 也帮助药物呢 代谢排泄出我们的身体 所以MINANO呢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它不是药物 它并没有帮助我们的身体 什么特别的一些作用 它只不过让我们的身体呢 在转换的时候呢 吸收转换跟代谢的时候 更加的顺畅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觉得 我们的食物很珍贵 那我就要告诉你 你更应该要喝MINANO的水 OK 如果你每天都在吃补品 那更是不可以少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身体要完整地吸收 那些长期吃维他命的人怎么办呢 你更应该要喝MINANO的水 为什么呢 因为MINANO的水呢 它可以去分辨 我们所吃进去的东西呢 是不是有药物 或者是有一些东西该排入身体 体外有一些东西该吸收 MINANO的水会帮我们做 那个处理 分类跟处理 OK 所以 AR-10呢 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呢 MINANO的水里面呢 因为它储存着我们身体的细胞的原始的记忆 而且非常的准确 所以无论你是打过疫苗之后 你的身体不稳定 它很快的可以把你的身体调回正常 最近有两个朋友呢 就是也感染了 他们在家里面隔离14天 你知道吗 这14天呢 我只是送5箱的MINANO的水过去 他们在第三天就已经稳定 第五天到第七天 连续每天做测试呢 都已经是属于negative 很厉害 所以他们也问我说 怎么那么厉害 三天 五天就解决了 一般上药物还要七天 十二天 你知道吗 我说很简单不了 MINANO的水并没有治疗你的身体 完全没有 MINANO的水只是把我们身体该有的状态找回来 它就这么简单 它没有治疗我们的身体 它把我们的身体复原到原本该有的状态 所以最近很多感染群或者是被感染的朋友们 用了MINANO之后 他们就会知道这个威力到哪里 所以一般上来说的话 我们喝MINANO的水 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的身体要保持在最好的一个状态 最好的状态 那当然你也可以透过运动 你也可以透过其他的方式 但是如果要保持身体最好的状态 说实在的 MINANO是最简单 是最容易保养 而且最简单 你只要喝就好了 我们刚刚讲到那个水是有information的 所以MINANO的水我们放进去细胞的记忆 放进细胞的记忆的话 当然你喝下去以后 它就开始去矫正我们的细胞 到它平衡的状态 这个是一个比较容易解决的 为什么很多人说 我们没有用我们的想法跟意识 去改变这个水的部分 当然你在做运动的时候 即使你也用想法跟意识 改变水蒸气 配合氧气进去到我们的身体 所以当然你会发现 这个是很有帮助的 当然有时候我们人是有情绪的 人是有情绪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意识会很好 有时候我们的意识也不受我们的控制 所以如果你觉得很伤心 你觉得很big check的时候 你觉得你的情绪有点失控 有点down的时候 你喝一杯MINANO的水之后 你再来做一个意识的灌输的话 跟你的身体做连接 你会发现你的状态很快就恢复 为什么呢 因为MINANO会帮助我们的身体 回到原本的状态 它会把很多负面的情绪 再透过我们的意识 全部把它解放掉 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东西 在MINANO这个水的部分 它有一个比较容易做的实验 我们可以把家里面的主菜的油 你放两个碗 然后最好是黑色的碗 就是比较容易看 一边你倒MINANO的水 再油 那个油就放在碗那边放一点 大概是三个汤匙 不要多 然后一个碗你就倒MINANO的水 一个碗就到普通的饮用水 你会发现 这个水可以分解油 是不同的状态 MINANO的水 你一倒下去油那边 那个油就碎掉 那个油的分子就开始打散掉 而且非常的明显 所以如果你不相信你把它搅拌 用筷子搅拌了之后 当然你要用两个筷子 一个筷子搅拌MINANO的水 一个筷子搅拌另外一个普通的水 搅拌了之后 它还回原型的话 它还是一样很细的油力 那MINANO可以分解油 其实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就是因为一般的饮用水 是不可能分解油的 水是不可能分解油的 但是MINANO的水可以分解油 这是第一个状态 第二个部分 你们知不知道COVID-19的病毒 会储存在哪里 它会储存在我们的喉咙 我们的鼻子 那还有我们的眼睛 那为什么它会寄存 寄生在我们的喉咙 鼻子跟眼睛呢 非常简单 因为眼睛会流出眼水 这些眼水跟眼尺会变成什么 黏黏的眼尺 这是叫做 我们叫做STARCH 那个叫做 你放那边的好不好 然后呢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鼻子 就是有鼻黏膜 鼻黏膜呢 就是我们的病毒寄生的地方 还有就是喉咙 喉咙呢 也是寄生的地方 因为我们的咽喉这个地方 有黏膜 这个黏膜是 病毒寄生的地方 所以 为了要防止这些病毒的寄生 病毒一定是在那种 我们叫做油状块 就是有STARCH 黏膜这个地方来寄生 所以为什么喝 米纳诺的水呢 病毒不容易寄生 喷iCare的话 不容易感染病毒 理由非常简单 因为米纳诺的水 直接把这些油状块状的颗粒 直接把它切断 那当它把它切断了以后呢 细菌呢 就不容易 那个滋养 就是直生在那个地方 那这个部分呢 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 米纳诺的水呢 可以把我们的油块呢 分解到最小 是差不多是60个nanometer 60 那COVID的Virus呢 大概是可以 需要寄生在100个nanometer 到120个nanometer 所以 基本上呢 如果我们保持4个小时 喝米纳诺的水 4个小时喷雾iCare 这些喷雾在我们的脸上 你会发现呢 我们会被寄生的几率 是非常低的 会被感染的几率 也是非常低 OK 所以 各位一定要寄好 一定要寄好 水呢 它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并不是属于药 但是呢 它却可以保护我们的身体 在一个 维持在一个正常的状态 跟一个最好的状态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米纳诺最有价值的地方 OK 不管你是吃补啊 不管你是吃营养啊 OK 不管你的身体疼痛 有压力堵塞了 所以你在做深呼吸之前呢 你可以喝一杯米纳诺的水 那真的是不一样 我也尝试过呢 喝了一杯两杯米纳诺的水之后呢 我们去给别人做推纳 去给人家做止压 你会发现呢 那种疼痛呢 是你的身体可以承受的 并不会说 哇 卡到我很够力 你会透过呼吸 你会把那个东西 疼痛的那个因子把它排掉 这是很容易可以做的 如果你喝了米纳诺的水之前 你再去做这个事情 它很容易就过关 OK 所以 我还是把这个重要的概念 分享给大家 因为水呢 在我们的身体 虽然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帮助 可是不要忘记 我们的生存呢 细胞能够生存 都是因为水 有阳光 有水 所以才有生命 OK 所以 更简单的说 如果要追踪到 我们的人类的细胞的 那个 我们的源头 其实你可以拿一杯清水 在太阳光下晒个两天 两天过后 你在摸那个水杯里面 就开始长青苔 OK 为什么呢 因为有阳光 有水的地方 它就是有生命的存在 OK 所以呢 人的细胞呢 都是透过一些微量物质 加上阳光跟水呢 形成我们的单一的细胞 然后最后变成人类的细胞 所以矿物质的存在 微量矿物质的存在 是必要的 OK 但是它本来就存在 任何一个星球 它本来就存在矿物质 微量矿物质 OK 但是不一定每一个星球 有水分 但是它一定会有阳光 OK 所以最近的移民计划呢 火星移民计划 为什么很多 人类要移民到火星呢 因为火星有水 OK 所以有阳光有水的地方 就是适合人类的居住 OK 这个就是 科学在 发展未来的时候 它是必须的条件 那可是我们的地球呢 却遭受到很多水源的破坏 那我们在马来西亚算是幸运的 马来西亚的水源呢 算是干净 而且是比较 比较 我们算是比较幸运的 我举例 新加坡的水源呢 90%是硬水 就是hard water 那硬水的意思就是说 你当然可以喝自来水的水 但是你喝进去以后 你会发现 它其实对我们的身体 的一些帮助呢 其实不会有很大的帮助 它可以让你的身体感觉到有水分 但是它没有办法让你的身体的 就是感觉到放松 或者是回归到原本的状态 它其实很难 中国大陆的水呢 有80%以上左右是硬水 所以中国大陆的人呢 也不用水机 他连水机都不要装 他直接去买矿泉水来喝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部分呢 都是属于一个 我们比较幸运的地方 那还有呢 香港也是一样 香港的水呢 其实也是不能喝的 因为他们的水经过处理以后 有很多的药物 OK 台湾的水呢 只有20%是软水 80%也是属于硬水 你看 泰国 我看更严重 泰国至少8-90%也是属于硬水 就是它的水是不能喝的 所以大部分的家庭呢 是要去7-11买 送饮用水来喝 OK 印尼更不用讲 所以想想看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我们刚好是处于一个最天然资源最好的状态 但是上天也是很公平 有很好的天然资源 一定要有一些 一些祸害 一些人造的祸害 OK 这个是没有办法平衡的地方 OK 开玩笑 那当然我们活在这个地方呢 我想我们还是可以摄取一些不错的水 包括我们现在米纳诺的水厂都是在马来西亚这边做出来 那我们以后可以出口到许多的国家等等 OK 那自然 当然自然的状态的话呢 算是马来西亚的水源算是很好 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呢 我们这个还是可以去分享 英国那边可以直接喝水龙头的水没有错 因为它是干净的 但是澳大利亚呢 据说也是可以 但是我不敢喝 不敢喝 因为澳大利亚也是硬水 hard water 所以我在马来西亚没有便秘 我去到澳大利亚呢 我开始会有一些少许的便秘 因为那边的水是属于硬水 OK 那英国我就忘记了 英国我去过我就忘记了 那时候没有很注意 那美国也是属于hard water很多 美国的水也是会便秘 OK 所以 那今天的总结呢 就是要告诉大家 就是 首先呢 我们还是生活在一个不错的地方 这个环境算是不错的 OK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 如果你摄取充分的水跟好的水的话 我们对健康 我们对营养的花费 对补品的花费 其实是事半功倍 就是你会节省很多 营养的钱 补品的钱 我老实讲 我除了喝minano的水 涂一涂i-man-detain之外 我好像没有什么营养品 就是这个样子 OK 所以在我的身上 其实也节省很多 这些费用 几乎都没有了 几乎都没有了 OK 那 那当然呢 minano的水呢 最重要就是在这个疫情里面 它发挥真的是很大的作用 最重要就是在康复这个部分 OK minano当然会有一些治疗的功效 但是 我们不适合用治疗的方式来跟人家沟通 那健康管理这一块 那健康管理这一块呢 其实我们不要等到我们的身体问题了 才来 就是 就是 才去做 做注意 其实 不应该是这样子 So AirTech呢 它最后最后的存在呢 就是 有很多人知道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 但是也有很多人知道 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不当 没有办法正常 所以我们才会有很多的慢性疾病 So AirTech呢 就是它可以让我们不需要改变我们生活习惯的前提 它依然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呢 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 那因为有一些人他必须要晚上做工啊 有一些人必须要过度操劳啊 所以有一些人真的 我们为了要适应这个环境 我们的身体已经不能复合了 所以在超速复合的部分呢 这些管理 调整 就交给Milano 他帮我们做调整跟管理 所以其实他这是一个 我们叫做生活的两半 那我想这个是值得大家去分享的 OK 我来看一看啊 大家刚刚分享的好多好多东西 我看一下 我喝很多很多 OK 老人家 嘴溃痒 护士说他们普通的洗法越洗越很重 后来喝Milano水开始干得好了 没有错的 呃嘴巴的溃疡啊 呃嘴巴的溃疡啊 胃溃疡啊 呃有身体有溃烂的地方 用Milano水喝 要不然用Milano水来洗它是会OK的 是会好 OK 呃我们Milano的Christmas的那个 那个 礼品啊 就是送一个 呃绿色的杯子 那个很漂亮 长得很漂亮 所以各位 可以好好把握 这个礼品 OK 那这个杯子长得很漂亮 所以各位买十 十箱就送一个 就是客户的回馈 希望大家 多多的 多多的配支持 OK 交给我们的主持人 OK 感谢我们今晚的主持人 那呃 今天就是分享了这个 这个 Ai-Attack是如何影响到我们的那个细胞的一个 意思 所以 在经过今天的一个 听到的 一个 演说 就是说 我们的那个细胞是有意思 它是有一个想法的 所以 透过Ai-Attack 来影响我们的那个 的细胞 让它健康 所以我们在思考 日常生活的时候 就不会感觉到 消极了 所以 每一件事情的发生 在我们生活中 都是属于中心 只是我们的想法 把它想成 好跟坏而已 所以 可以多多使用 我们的那个产品 它可以让我们的 思考会比较来得 正面 跟积极的 所以在这边 大家还有什么有关 这一类的那个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在这边 发问或者是说 直接开麦 我们把问题图出来 还是说 大家有什么 类似的那个 这个情况 可以分享一下 自从 我在上个月 我本身就是 整个喉咙发炎过后 我就用那个 只是用这个 用这个 米娜诺水 温和 然后尽量把 那个 那个叫做 D-Dance跟Ironman 混合 插在了这个喉咙 大概是用了 大概是用了 两天 两天 大概一天半的时间而已 整个那个 那个喉咙两侧 这边我们从 口中看下去 红色的 它马上就 转变成 那个 比较 淡的颜色 所以这一个 那个恢复 是非常的快的 所以过后 我就想到 所以 没有一件事情的发生 是好跟坏 只是说 它是中性 问题是 我们怎样去看待 这个是 AirTag 带给我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意识跟讯息 变成 我们在 我们在日常生活 处理那个 事情方面 我们会来的比较 我们叫 得心应手 所以 健康就是 从这一边来的 所以 只要你有 把这个 意识 相信 存在的话呢 实际上 健康是在 你们的手中 或者是 在我们的左右 所以 这个想法 是因为 大家 已经相信 一半 所以 今天 大家还会 集中在这一边 听到 我们 这一堂课 所以是因为 大家的相信 所以今天 听完这堂课过后 那个相信 已经收到 差不多是 80%到90% 所以 看看这边 大家有什么 今天 这个礼拜 有什么特别的 那个 消息 大家要分享吗 老师 这边 我想问一下 我 最近 每次到了 晚上 我现在 尽量 不吹 我的鼻子里面 很干 干到 它就很痒 里面 鼻孔里面 然后本来 我是喷 我们的 Iamist 就是 我拿棉花 喷 给棉花 然后用 Iamist 来 洗它 然后 是有 好转 但是 Iamist 比较贵 我可以 换成 用 米兰的水 来洗它吗 你 你不用洗的 你用 米兰的水 放棉花 对吗 棉花 对不对 放在 你 凉凉这个地方 弄烧 弄烧 不用弄烧 米兰的水 不用弄烧 放在 你的 比较 这个地方 大概敷个 10分钟 20分钟 敷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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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面 你敷在外面 试试看 要不然呢 就是 你 你喷了Iamist 之后呢 你也同时 敷在外面 因为你敷在外面的话呢 它可以 sustain比较久 如果你喷霧的话呢 它是暂时 解决你的问题 明白 所以如果你有喷霧 Iamist 一次 然后你再敷 那个 棉花 在这个地方呢 你会发现 你的 你的鼻子呢 会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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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湿润的效果 会比较好 会比较好 你可以尝试 这样子做 OK 对 要不然呢 另外一种方法呢 就是你直接涂 你喷了Iamist 之后呢 你可以涂那个 呃 你可以涂那个 Iainman 在你的鼻梁这个地方 也是可以 对 鼻梁这个地方 嗯 OK 刷一下两种方法 基本上是有帮助的 嗯 其实我除了喷 我除了喷 因为喷了 然后它会 流出来的 我除了喷了 我有吸进去了 然后我又用棉花 又在喷在棉花 然后试试的 然后又放在里面 放住 给它 总而言之 放住了 给它潮湿了 因为我就是 觉得干了 才会痒嘛 呃 你可以喷雾了之后 你 try 你 try 用Iainman 比较简单的方法 在外面 在外面 这边呢 是有效的 啊 对 OK 对 谢谢 好的 然后啊 东京 谢谢 细端的分享 来 我分享啊 等一下我下一个 首先我先下一个新闻 给你们看先 然后我教你们 如何 去用我们的Iainman OK 跟我们的Minano 因为我本身也是 这个同样的问题 等一下 最常见的不舒服症状 不管是感冒 或者是喝了太冰凉的饮料 吃太凉的食物 都有可能会引起咳嗽 一般来说这种症状 大概过一段时间 就会好起来了 但要是你的咳嗽 一直没有好 就要注意了 很有可能 这是你身体发出的信号 提醒你出状况了 台湾中医师 吴明珠最近分享了一个案例 他有一名60岁的病人 咳嗽咳了半年 都不见好转 直到做了体检之后 才发现 竟然是患上了肺癌 而且还是雾气肺癌 吴医师就说 这位患者的更年期比较晚 偶尔会出现 倒汗潮润症状 只要一吹风 就会咳嗽 病人来看诊的时候 已经咳了半年了 而且常常咳到上气 不接下气 吴医师在把麦之后 就发现 病人的喉咙 还有肺部都是痰 石头上面 还有一层黄色的舌苔 旁边的地方 则是呈现暗紫色的 怀疑病人的肺部出了问题 于是就建议病人 到医院做体检 但没有想到检查之后 结果让病人难以接受 因为报告证实 他患上的是末期肺癌 医生说呢 因为肺癌的症状 并没有特异性 其他疾病 也有可能出现 类似的症状 所以他建议高危险群体 比如说 有长期抽烟习惯 或者是50岁以上 拥有家族病史的民众 平时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并且要定期做检查 一旦出现任何不舒服的症状 请大家不要自己当医生 去看医生才是 那台湾癌症基金会也指出 其实肺癌的早期症状 还有前兆呢 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通常在出现症状后呢 肺癌可能已经发展到了中后期 甚至已经是末期了 医生也解释说 除了基本的咳嗽以外 如果同时还出现 像是胸闷啊 咳血啊 然后吞咽困难 颈部的淋巴结肿大 等等的症状的话呢 那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了 因为这可能就是肺癌的前兆 现在我先跟大家说 我自己本身呢 其实在2019年已经开始 就是说 我的舌头 就是说 晚上睡觉直接看照 然后呢 我还没有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呢 我不晓得 是我自己的肺有问题还是什么 我知道说我的身体有问题了 在2019年的时候 然后呢 从2019年我就开始 就是中医西医都去看 就是每次看中医的时候 就是一直看 就是给你十天的药 然后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 我那时候吃中药的时候 我就有试试拍了照片 我的舌头 刚才你们所看到的就是 那个新闻 有一个他的肺有问题的时候 是那时候 我本身是在 今年的5月5号 那时候呢 是已经是觉得是 已经是很不好的现象了 直到6月头的时候 他的舌头整个是 早上醒来的时候 整个舌头是干 干燥到就是说完全 完全就是说 早上醒来 不管你喝多少水 他也是不能够吸收 我们身体不能够吸收 过后呢 我就在7月份的时候 就代理了这个Minano 所以我就短短的一个月期间 我只是喝Minano 那时候我没有穿插其他的产品 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呢 他把我的全部的东西 就是肺里面的东西 肝里面的东西 所调理好 OK 我只是单单喝这个Minano的水 如果你们要更加的快 我教你们 就是说 你晚上的时候 如果你就是说 你把Iron Mist 碰在嘴巴 OK 碰两三下 然后每天持续 喝三 liter的Minano 他可能 很快的会 就是我们的舌头的干燥 一下子就回来了 因为那时候真的是干燥的时候 他变成我们的睡眠不好 精神不好 真的是精神 每天精神都不好 很不好 然后你睡到半夜的时候 可能是一两点 你一定要起来喝水 然后当我们喝水多的时候 就是要去排尿 所以变成 从2019到2020 到今年的年 到今年 连续两年里面 我是属于精神的状态 很不好 所以我是在 今年的7月份 我接触到这个Minano 然后过后 有慢慢接触到 A-R-Tech的其他产品 所以我现在就跟家人们说 如果你们有遇到问题 你们敢敢的讲出来 不用说 去找那些 其他的 就是 看中医 西医 因为有时候你们 没有把你们自己 所遇到的问题 讲出来 是没有人能够帮到你 你一讲出来 我们就能够帮到你 所以当我看到 这个新闻的时候 这个是 刚才那个新闻 是新闻8报告 是两个礼拜前 我们 Astro所播放的 那时候 我一看到的时候 我才知道 原来我自己本身的 严重性 去到 那么高 所以如果再 不好好调养 可能是 我计算应该是 多一两年 是要进医院的 所以 幸好是 遇到这个 A-Attack 所以 谢谢 人士 来做一些分享 或者听取更多的 那个意见 这样才不会 陷入一个 无助的一个状态 OK 那看大家这边 这方面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的时间都来到 差不多 大概还有 几分钟的时间 大概也过了 今年是过了 最后 最后 我是想 share一个 video 那个 Amanda 今天 Amanda老师 他不方便 share我帮你们 帮他share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他们生命很短暂 遇到的细胞死去 新的细胞提换卡 并一直守护着我们 所以细胞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对我们人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载体 就是我们今天认识到一个很重要的载体 就是Minanol水 Minanol水是可以 让我们 去调理到我们的一个细胞的一个 媒介 就是我们的载体 所以 今天如果没有 没有什么 没有了什么 问题的话呢 大家 还有吗 没有的话 我们就要进入一个尾声了 OK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 大家今天的那个节目就到知道 今天就是过冬了 祝大家过冬 快乐 冬至快乐 有大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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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不要不要 谢谢大家 冬至快乐 冬至快乐 吃糖盐就好了 拜拜 对对对对对 忘记自己的年龄吧 拜拜 拜拜 Good night 拜拜 拜拜 拜拜